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请大家先帮忙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你的订阅小铃铛 分享所有亲朋还有众福田 8月8号父亲节就要到来了 那就是农历的7月 好 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今年的父亲节居然是跟农历 7月1号连昧而来耶 我的天啊 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爸爸们辛苦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重要的话呢 农历7月的时候呢 就是国历的8月 那现在呢8月运势呢 我们来解密一下 哪些人的好运要来了呢 在农历7月是一个呢 比较诡绝多变的月 尤其在15号以后 15号以后 好 15号以后呢 就是接近7月开始了 因为8月8号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所以要请大家务必在农历的7月呢 如果你有拜拜的话 好兄弟全部出门了 所以大家务必要小心某些禁忌 好 但是呢 哪些生肖是会很好的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这个四局这么动荡的时候呢 有些生肖还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吃香喝辣的 然后呢 赚钱赚饱饱的 很多人是这样子 并不是没有 所以也不要说太气馁 好 但是呢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哪些生肖运势很旺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好 属蛇的 恭喜你啦 你应该等了很久了 农历的四月 那个时候 你应该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农历五月稍微缓解 农历六月的时候呢 就国历七月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一点那种 没有办法拨云见日 这个月开始 恭喜你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转运了 好 为什么呢 你这个月呢 财心落在你的宫位哦 属蛇的朋友 好 不管是哪一个月份 出生的运势一起到来了 好运旺旺到 恭喜你 另外呢 还有年的财路 年财路在哪里呢 年财路在基的位置 在你的事业工 所以比如说 你要申请什么政府的补助啦 或者呢 你有一些合作方案啦 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可以再加把劲哦 应该可以赚到很多钱 另外你的事业 有新的进展 那我们再来看 你还有贵人 你的长上贵人很好 因为你的父母公是马 属马的朋友也很好 所以呢 你的长上贵人很好 所以长辈啊 还有长官啊 这些都是你的贵人 你的主管啊 都是你的贵人 另外的话呢 金贵心 金贵心就是金库哦 你看看 你有双财加金库 那是不是财源滚滚呢 恭喜你 今年其实是冲破财库年 所以呢 你会觉得呢 今年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从农历的七月开始 国历八月开始 恭喜你 财运算你第一名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生肖 属马的 太棒了 属马的今年呢 其实呢 还是有栏杆在 就是有一些阻碍 但阻碍你要想办法呢 在加把镜跨篮 你就等于在跳跨篮一样 一个篮一个篮一个篮 要跳过去 你只要能够震肝跳的话 我觉得你是应该可以 更好的 好 属马的呢 在八月份呢 因为你有紫威龙德加五合呢 月才路加贵人 所以呢 你的贵人欲也相当旺 贵人欲一旦旺的时候呢 代表说你外围的贵人 更多 所以你可以从外围里面呢 赚到更多的钱 而你今年的迁移公 又有老鼠的太阳跟文昌 所以海外的运势也很强旺哦 那恭喜属马的朋友 马就要快马加贵 在八月冲刺一番 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 事业更辉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属鸡的 属鸡的呢 今年也是非常好的 虽然有一些 比较多的心理麻烦 比如说家里的事情啦 为什么 因为你属鸡核到的是太岁呀 是不是 太岁就是看小人的健康状况啦 或者是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啦 就小毛病啦 没有很大毛病 因为有财路心嘛 财路心可以解恶嘛 所以呢 属鸡的朋友呢 年的财路加三合的月财路 但是比较小心的就是说 因为你财路是个太岁 所以呢 有很多 理财方面啊 或者生意方面啊 你也不能够太过大意哦 比较容易损失钱财 比如说家人的问题 或者呢 朋友的问题 比较容易让你损失钱财 所以属鸡的朋友 在这个月份 也是相当强旺的 好 接下来老鼠 老鼠今年运气还算蛮好的 太阳文昌 本命就做太阳文昌 对男性更好 女性的话呢 可以找到好对象 因为呢 太阳是代表男性 那文昌代表升官 所以呢 你今年呢 除了呢 正职以外呢 可能还有机会再升一阶 升官上去了 另外的话呢 迁移宫 还有什么 看一下 你除了还有这个以外 还有贵人 那贵人加马的 迁移宫的子威 还有龙德 那三合呢 龙德 还有加上你的福德 什么呢 三合福德是 那个龙的位置刚好有福德 所以呢 你的运气相当旺的 所以你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刚好升子成三合 迁移宫刚好属马 财入心呢 都在你的团队里面 所以呢 家育也非常好 这个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要加把劲 好 那在事业上面呢 可以海外发展 财运也会更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鼠龙的 鼠龙的今年 会有一颗福德心 虽然太岁偏充 但是你运气很好 就合到那个老鼠 老鼠有三合的 太阳跟文昌 那这个月的话呢 你还有六合 前面那个宫位是你的 父母宫 父母宫就属蛇的位置呢 刚好有财运 那你今年呢 刚好呢 又合到呢 那个六合的 属鸡的年路哦 就是今年的财入心在鸡 龙凤城墙 所以呢 你如果是自己打拼的话 你就会辛苦 如果你有女性的主管啊 女性的partner呢 跟你合作的话 你运势会更旺 所以呢 就如果没有女性的朋友 或者家人 或者是同事 长官跟你合作的话 你会很辛苦 因为财入心在女人哦 而不是在你哦 财入心在女人 也代表什么呢 你就要跟女人合作 逼不得已要跟女人合作 所以呢 有时候身段放软一点 你的财入就会更旺哦 那农历的七月份 就是国历的八月份 这五个生肖 非常恭喜你 希望你好好地呢 在不管在事业上面 在贵人上面啊 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 还有呢财运上面 都好好掌握住 但是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呢 生肖有好有坏 它是轮动的 所以这个月好 不代表下个月会好 所以呢 你如果碰到一些瓶颈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要赶快 想办法突破 比如说你前面呢 布局很久的 要做的事业呢 或者要跟人家谈的合作 没有完成的 在这个月要赶快加快马加鞭 签约啦 谈合作的都在这个月 也很容易完成 为什么运气好的时候你要知道 那个就红光满面 太阳极星高照 所以呢 运势就会更旺一点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不管在工作职场上 事业上面 还有有升官运的很多 其实老鼠今年的升官运 是最旺的 接着下来就属龙的 属龙的也有升官运 在这个月当中也有升官运 那另外的话呢 王神在姬的位置 小人老是扯你后腿 所以呢 本来要提拔你 结果呢 被人家拉下来了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那属蛇的真是 不 属猴的真是有点倒霉 就是本来要升你的官 结果呢 后面一直有人在抵制你 或者在背后呢 重伤你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你那背后的小人 赶快让他驱离他 那基本上呢 当然不要得罪人最好了 所以呢 不管你在人际上 财运上面 这五个生肖呢 在八月份呢 好运旺旺来 那 红线的手链 争望你的财运 佩戴红线手链 那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在电脑旁边呢 挂两串五地钱 电脑边可以挂两串五地钱 五地钱是代表什么 升官发财的意思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放 这个五地钱呢 挂在你的门上面 挂在门上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的办公室的门啊 家里的你住的房门啊 为什么 隐财入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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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大家知道了 我们要贵人 那五地钱就是贵人跟财 什么叫贵人 皇帝的钱当然是贵人财咯 好那所以呢 五地钱你可以挂在你的房门就好 不是你的大门 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住 那就可以挂大门 好不好 那床下呢 也可以放两串五地钱 所以呢 也可以在这个运势上面呢 更旺更强 那有不同的颜色的五地钱 有不同的做法 第一个呢 金黄色的代表是招财 红色代表转运 红色的话是大吉大利 像这样的红色是大吉大利 这个叫五地钱 这有元宝 有元宝更好喔 有元宝更好 这个五地钱很漂亮喔 也可以挂在你的车上 也可以挂在你的电脑边 可以放在你的包包 或者放在你的机车 这个坐垫下面 坐着五地钱呢 代表贵人会更旺一点 那手上像海洋老师 带着这个红线手链 是非常好的 有没有看到红线手链 车取的话呢 它可以抵挡困难 可以消灾解恶化山 因为车取呢 它是在海底下 所有的能量可以抵挡 海的能量是最大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今年大水冲倒 龙王庙可怕 所以呢 你这个也可以挂在你的门 两串 那床底下也可以放两串 好 鞋柜要步步高升 那你就放在鞋柜也可以喔 鞋柜要放在哪里 底层 如果你的运势都很倍 要放底层 如果你运势想再高一点 就放中层 中层再 可以最少要放上下都要有 上下两层都要有 就是可以阻挡一些不好的运势 其他的生肖也可以做 如果并不是只有这五个生肖 其他的生肖 你没有上榜的生肖也可以同时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继续让我们在国立的八月 好好地转运一番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然后呢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 谢谢祝福大家好运往往来 拜拜